请你关注 不平迷路 大家好 我是龙哥哥 今天我们来介绍变异版的锦笛头 啥锦笛头还能变异 没错 根据龙哥哥提供的线索 锦笛头变异之后入侵了对马岛 看到它的人会变成电视头 前面的村庄看来是已经遭遇锦笛头的袭击了 只剩下一只鹿 看 锦笛头出现了 就是它 变异之后的锦笛头能传播电视头病毒 据说看到它的村民一个个都变成了电视头 而且电视头村民会干扰我们的侦察组的通讯信号 看 传输回来的画面都被干扰了 所以电动设备都会被干扰 所以我们不能开车去村子里了 所以 我们骑马去 爹地大熊 你去看一下村子里的情况 第一批侦察队没有一个人回来 到底咋了 希望大熊能够回来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 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